中国大陆就是北京微生物的流行病的研究所的团队 和新加坡的国立大学的团队一起研究 早前在山东和河南发现一种新的病毒 因为病征跟以往不同的 病征就是有一半人就会发烧 会完全无力 还有白血球会下降 另外27%的人的肝脏功能会受损 大概8%的人的肾脏功能会受损 甚至这个病毒会诱发一些致死的疾病 病毒本身是不会立刻就好像COVID那样 新冠疫情那样是立刻杀了你 但是它可以诱发一些可以致命的疾病出来 这个病毒的宿主本来是一个天然宿主 不好意思我先找个名字出来 病毒叫什么名字呢 病毒就叫狼狼Henipad 狼狼就是狼牙棒的狼 不是狼狼 狼牙 狼牙棒的狼牙 狼牙 Henipad本身是一个家族的病毒 是一个病毒家族的名称来的 中文可以叫做Henipad 因为这个是家族病毒来的 所以前面加上狼牙棒的狼牙 形成了今次在中国大陆找到 在山东和河北找到案例 大概有35个人感染了的一个新的病毒 这个病毒会死亡 大多数在农夫身上找到的 而那个病毒的天然宿主 我先找个动物名出来 不好意思 好了 巨青 巨青是什么来的? 巨青是好像老鼠一样的 不过如果大家想着老鼠 原来在网上看到相片 我按一下手 巨青原来这么大只 好像我的手指弓的头一样大 它是尖嘴的 就好像老鼠一样 不过嘴还要让老鼠再要尖长很多 就拿来尖去吹泥 去找食 去找些虫 找些休忍吃的 它是全世界最小的暴雨类动物 叫巨青 尖嘴 很长的尖嘴的鼠 咀子可以伸入泥里面 伸入洞里面找虫食 尺寸很小很小 不连尾巴可能是这么大 连尾巴又再长一些 用这个人手去托着 只是在手指上 并不会很健碩的 如果你想看样子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巨青 咀子很尖 好了 这些人不太多 不过他已经在英国的科学集志发表了 就是说第一个 中国大陆今次事件上是比较快的 第一个他都聪明了 不自己 不用自己的一个生物化学的实验室去公布 他就直接用北京的微生物学的一个研究所 再加上新加坡国立大学 就是说国际一起去研究 研究完出来之后 就立刻想这个期刊 是刊登研究成果 那就不需要再好像武汉肺炎那样 或者一个武汉出现的新冠肺炎那样 是出现了究竟还在争拗 这个源头来自哪里 或者是会不会来实验室 究竟来自天然宿主是一些动物 又或者是在哪里爆发先 就不需要拗了 这一个有机会 国内的专家都说 如果不控制它 是有机会好像新冠疫情那样会爆发的 这个就是暂时在中国大陆 在哪里呢 再说一次在山东和河北 就是说在比较北的黄河区域那里 就不是在我们南边的 甚至都不是在中部的长江区域 在黄河区域那边 在河北和山东 希望这个病毒现在早发现 就尽快可以继续它 尽快可以压住它 那Luzia 你知不知道香港呢 中国大陆就已经有这种狼牙的 Heniped 这个病毒 香港你知不知道有另一个呢 就是病 都不是病毒来的 另一种呢就是传染病出现了 你知不知道 是非洲那边映日的 是不是呀 潘先生 是的 是非洲药疾 非洲药疾是在非洲那里的 药疾原来不是病毒引起的 原来是蟲引起的 那就是药疾的药原蟲 药疾的药原蟲 药蟲很小很小很小的 我听下去就觉得呢 百民医药也是医药来的嘛 因为医药这个属 接着呢就是百民呢 就是脚多了这些百民的 那现在呢就是卫生署就说呢 现在香港呢 或者传播这种呢 非洲这个药疾的一个病呢 那只能够是医药存的而已 那百民医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说呢 就不当是 不过他有这么说的 他说市区呢 是找不到医药的 那就是香港市区有百民医药的 大家都知道了 一百民医药存其他疾病的嘛 那现在医药呢 是将会其中一个宿主 那就是他如果吸了一个呢 是本身是药疾人的血呢 他跟着再去吸你的血呢 他就会将这个药原蟲 很小很小的而已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只蚊的那只针 是这么幼 他都可以吸光了蟲进去 活生生吸进去的身体里面 跟着他再吸你的时候呢 那些药原蟲就会离你身体 那药原蟲有什么问题呢 就原来很短时间 在二十几个小时里面呢 它可以令你全身的地方呢 都生满蟲 全身生满这只药原蟲 而跟着呢 它会影响你很多器官 影响到你呢 可能呢 所有身体系统都会出问题 所以药宅呢 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死亡的 那事实上呢 现在呢 是现在知道了 那药宅就来自呢 是暂时有两批 大概二百人 在非洲做完工作的 中國大陸的外輸出的勞工 他們回中國大陸的時候逃經香港 在香港的時候 衛生署驗到他們的藥疾 總共有58名 即是說200人裏面有58個 有60個 三成人是感染了 跟基內亞 他們本來的地方 跟基內亞這個藥疾的比例是一樣的 而問題最重要的是 如果藥疾本來是病 但是也治得好的 不是那麼高的死亡率 甚至乎是不會經過蚊 不會釘咬而傳染的 可能香港人不要那麼緊張 但是現在 以200人 當中有58人已經確診了藥疾病 究竟是不是說 剩下的大概140人左右 142人 是不是沒有呢 還是說他們還沒病發呢 又或者現在病發了的 原來有4個在深色治療病房 2個死亡了 2個死亡了 所以死亡也不弱的 58人裏面有2個死亡 另外4個在深色病毒病房 另外又聽到 就是說 接下來還有兩批 另外還有200個 這些中國華工 將會經香港回到大陸 現在衛生防護中心說 他們都會在機場 去跟他做一個檢測 另一方面 如果他們跟 本身之前已經確診了的一些工友 是本身是同一個地方來的 或者本身有交集的話 他都會特別注意著他們 這個我們有點怕的 因為就是 雖然衛生署就說 或者衛生防護中心就說 香港暫時市區 是沒有衛蚊 就是說可以傳播這個 這個若緣蟲的衛蚊 雖然這麼說 但是始終他們現在集中隔離了 在灣仔的酒店 雖然那個灣仔酒店玻璃鑊場的 沒有窗的 理論上那些蚊 那麼容易飛出飛入的 但是當他們覺得沒事的時候 就出來 可能離開幾個酒店 甚至乎 各幾個酒店 可能遲些會提早給他們出來的 可能會提早到5加2 或者4加3 那麼跟著 如果他們出來的話 是搭巴士啊 搭地鐵啊 搭的士啊 搭車子啊 香港你知道 香港本身夏天 就周圍都是蚊的 那麼再加上 剛剛香港拿了幾日雨 那麼更加地方多積水 更加多蚊蟲之心 如果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而惹開了這個非洲藥疾 去到香港本土呢 這個自己擔心的 那麼另一方面呢 本來上個星期六 那麼就是呢 這個呢 香港政府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 可能有隱瞞的可能性 那麼這個呢 可能李家超啦 又或者盧寵某呢 都可能要星期一啦 明天啦 今天這麼晚啦 要出來跟大家交代清楚 原來是這樣的 本來星期六呢 香港政府的預定呢 是將會公佈呢 就是那個檢疫 就是說呢 強制隔離檢疫的日數呢 是由七日呢 減到去四加三或者五加二 本來呢 星期六呢 就做行政會議的 規定的 規定之後呢 就將會向公眾公佈的 那麼跟著實行的了 那而呢 安心出行呢 也都會呢 就是同步呢 是加了紅黃馬 那就是說呢 你端完安心出行之後呢 除了平時的綠色之外呢 如果你是確實人士呢 就變成紅色 如果你呢 就是呢 本身是隔離人士呢 就變成黃色 那好像說 暫時呢 就不會呢 就將它擴散到呢 不會將黃馬擴散到呢 是一個緊密接觸者 但是呢 突然間星期六呢 就取消了這系列的記者招待會 也都取消了行政會議 簡介會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其實呢 其實呢 香港政府已經掌握了 這個非洲藥疾爆發的情況 那麼衛免呢 在當時已經公佈了 是可以將這個在酒店 強制隔離的日子縮短 譬如呢 由7加0呢 去縮到4加3 這樣令到呢 現在藥疾 就是說這班工友 或者不要說藥疾 由非洲回來呢 是中國大陸 逃經香港回到中國大陸 那班工友呢 是提早可以去到社區 這一個呢 可能是呢 李家超或者就是盧寵某呢 是不要向大家交代的 其中一個細節來的 就是說呢 他本來星期六就說要放寬的了 那突然間辣停了 那跟著就說星期一先算 而當中呢 又發覺在周末的時候呢 是發生非洲藥疾 而非洲藥疾當中呢 我們馬上聯想到呢 原來這一班入境者呢 無論他們來哪個國家都好 他原來都會先住在檢疫隔離酒店裡 7日時間的 如果上個星期六公佈了放寬 去到5日或者4日的話呢 那變成這一班 非洲回來的華工呢 是有機會提早來到社區 有機會呢 接觸到蚊 有機會呢 可能呢 將藥疾傳開 那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香港連這個呢 公佈減低這個呢 就是強制隔離日子的決定呢 都遲了 你說這件事呢 就是說中國大陸出現了呢 這個呢 狼牙狼牙的Henipad這個病毒 那就是暫時還沒去到香港的 那在河北 在河北和青島 那跟著呢 海南又爆了 海南呢 一會兒我們講講海南又爆了 那跟著呢 澳門聽說有小地方也有 那跟著呢 就再去到呢 香港原來是多了非洲藥疾 那非洲藥疾的死亡率呢 是比起你的新冠疫情高很多 在58個呢 確診個案中中呢 有兩個死亡 四個是生命治療 那比例呢 遠遠高於新冠疫情的 那這個呢 是不是覺得呢 跟著香港政府 是不是有些事情 都不和我們開成報公呢 是不是不夠快 和不夠精細地 去向香港市民 講清楚 現在香港的衛生狀況呢 嗯 我怕你叫做個案子 不和你 寶寶 我怕你 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